近日,台灣佛光山開山大和尚,星雲法師,原寂離世 遺體經過三個幾小時逃避儀式後,弟子整理骨灰時,發現有二十幾粒光滑圓潤具有不同色彩,像珍珠那麽大的蛇蠣子 而較細粒的蛇蠣子數量更難以估計,星雲大師的遺體在火化後出現無數的蛇蠣子 這個消息一出,立即轟動整個華人社會,網上亦一片熱意,佛教所指的蛇蠣子是非常尊貴的 只有德功望重的高僧,身前經過艱苦的修行,在原寂之後才能火化出蛇蠣子 但也有醫學界人士指出,蛇蠣子只是人體裏面的一些結石物質,經過火化而成 不過這個說法,在醫學界都存在很大爭議,而且也解釋不到為什麼一般的普通人 在火化之後就沒有蛇蠣子,而只有一些高僧在火化之後才有呢 本集就會從科學角度,揭開蛇蠣子形成之謎 在繼續之前,敬請給LIKE,訂閱本頻道和按通知鈴鐺,這樣就不會錯過接下來更多解密的資訊 蛇蠣是繁語的譯音,原意是指印度人死後身體的祖稱 在佛教裡面,真人死後,樓下的骨格就稱為蛇蠣,而火化之後產生的結晶體就稱為蛇蠣子 據佛教經典記載,佛祖釋迦牟尼,在裂盆之後,圍體經火化之後,圍下兩種全世的食物 一種是未燃燒盡的圍骨殘片,例如牙齒、紫骨和頂骨等,被稱為圍骨蠣 另一種是為數極多的豬狀果粒,這些果粒有白色和五彩顏色,堅硬而且精亮,被稱為蛇蠣子 佛陀的蛇蠣和蛇蠣子,是佛教之中最珍貴的食物 任何佛子,如果藏有佛陀蛇蠣的話,都會吸引到大批的送眾來參拜,令這間佛子特別香火鼎盛 香港的寶蓮子,在1992年,就由住持和各大法師組團,去到斯里蘭卡,迎請了兩粒佛陀真聖的蛇蠣 擺放在天壇大佛基座的展覽廳,讓公眾參拜 而江尼世的聲文法師,是壞人佛教當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 他的蛇蠣子當然會備受佛教中人和港大宋眾視為珍貴的食物 不過,卸蠣子的形成,是否真的因為高僧,經過長期的修煉而成呢? 這個說法一向都引起爭議 而關於非宗教性的解釋,歷來都是眾說紛紜,莫充一時 曾經有學者提出,由於佛門的真人,長期都是素食 攝入大量的纖維素和礦物質 經過人體的新陳代謝,就很容易形成大量的輪酸鹽和碳酸鹽等等 最終以結晶體的形式,沉積在體內而形成,卸蠣子 不過這種解釋並不完全令人信服 因為世界上素食主義者成千上萬 那為何他們又沒有卸蠣子出現呢? 素食的法門弟子亦都不計其數 那為何不是每個人都有卸蠣子呢? 另外有些學者認為 卸蠣子可能是一種病理現象 類似膽結石、腎結石之類 不過也有醫生貼出各種人體的結石照片出來做對比 他們與卸蠣子、外形和顏色不僅差很遠 而且結石很多時都不太堅困 遇到高溫可能更加會被破壞了 而且這個說法亦都解釋不到為何普通人在火化後 絕少出現卸蠣子這個現象 相反,星雲法師的醫療團隊 在星雲法師身前做過電腦斷層掃描 確定星雲法師的腎臟膀等器官都沒有結石的問題 所以卸蠣子來自人體結石這個說法 亦都很難自圓其說 卸蠣子的形成 有沒有一個教令人信服的科學解釋呢? 答案就是 在這些高增進行逃比儀式 即是火化過程之中的溫度和時間 同一般真人和普通人的分別 火葬牆的火爐 操作溫度大約是攝氏800至1000度 火化完成之後 遺體就只會剩下燒過的骨頭碎片 和一堆骨灰 當中是極少出現瀉蠣子 而一些德功望重的高增 在進行逃比儀式的時候 都會特別隆重 於是火化的溫度 會特別高和時間特別長 當遺體變成骨灰的時候 骨灰的主要成份是 強基磷酸鈣 如果繼續焚燒的話 溫度就會中一步提高 骨灰就會開始溶化 強基磷酸鈣 就會分解為磷酸三鈣 如果再持續加熱度攝氏1700度左右 輪酸三鈣就會徹底溶化 冷卻之後就形成了 有玻璃剛窄的堅爛小球 如果火化過程之中 滲集了一些不同的元素 例如一些陪葬品 或者是隨身飾物等等 就會形成不同顏色的玻璃狀蒸體 也就是大家見到的瀉利子 也就是只要達到足夠的溫度條件 和時間 部分骨灰最終都可以燒成瀉利子 網上就有人做了一個實驗 和上傳了這段影片 這個實驗很簡單 是將一塊雞骨 不斷用高溫的噴火槍加熱 最終這一塊雞骨 被燒成一粒白色晶瑩的圓珠 也就是大家所見的瀉利子 另外亦有網民 將自己一粒掉下來的大牙 依法炮製 在高溫噴火槍 不斷燃燒之下 那粒大牙 最後變成一粒 晶瑩白色的 圓珠 和高針所留下的瀉利子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在內地甚至有人申請了 瀉利子製作方法的專利 在這些工藝裏 只要再參加一些其他物質 在大約攝氏1300度的溫度 就可以得出瀉利子 隨著這些製作工藝的普及 網絡上不少商家 甚至 提供寵物瀉利子的服務 他們可以將寵物的屍骨 造成瀉利子 然後再加工成為一種工藝品 給寵物的主人 作為紀念 因此以製造瀉利子 並非是一種很複雜的工藝 不過也有人會問 以古代的技術水平 能不能做到攝氏1300度以上的溫度 在公元前3000年 古埃級人就已經進入了青銅時代 意味著他們掌握了青銅的野煉技術 而銅的溶點 是攝氏1000度左右 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 古伊拉克區域中的美索不達米亞人 已經掌握了野鐵的技術 而鐵的溶點是 攝氏1538度 後來這些技術也傳入了中國 去到公元前500年 春秋戰國木旗 發明了古風機 令當時的燒製工藝得到很大的提高 達到1700度攝氏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過大家也都會再問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以前的真人 不是全部都可以火發出瀉利子 而是得高望重的高真 才有機會得出瀉利子呢 因為古獨的人 雖然已經掌握了高溫焚化的工藝 但是毫無疑問 都需要花費很大的代價 消耗很多材料 才做得到 因此有個可能性就是 當一位得高望重 聲明軟薄的高真 原殖離世之後 才有足夠的香火錢 和人力物力來舉辦一場 特別隆重的逃避儀式 因此 在適當的火化溫度和時間之下 就較為容易得出瀉利子 其實真正學佛的人 都不會認為瀉利子有什麼特別神聖之處 只會取取一種恭敬和紀念的態度 聲明大師生前也說過 他死後不會有瀉利子 一切繁文玉智一蓋全面 目的就是不想他的宋眾 過於執著瀉利子 以官的聲言法師也說過 瀉利本身不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釋迦牟利列盤之後 當時的一眾國王大臣 和在家居士 都爭相搶釋釋迦牟利的瀉利 但是佛祖大弟子 家業專者 就說 由得他們搶了 我們更重要搶的是 佛為留下來的法 所以他集合了當時一眾的大弟子 來編輯佛的遺教 成為三藏的經典 意思就是叫大家 不要執著佛肉身的瀉利 佛法的瀉利 即是經律論三藏 才是值得大家去珍惜和保存下來的 恬非解密Patreon 至後台開咪 繼一連三集江湖奇奇大解密 揭開各種江湖奇奇的秘密之後 再次推出一連三集 解架魔幻術 揭開種種中外 魔術 舞台幻術 街頭魔術等 真相 資料詳實豐富 有助大家更加了解 以超自然力量作為借口的江湖騙術 神秘學 以至各種 靈異的謎題 只要加入 成非解密Patreon 就可以解鎖所有 會員讀響的後台開咪節目 以及其他讀家資料 同時也都可以支持到 成非解密YouTube頻道 繼續為大家製作 更多免費的解密資訊節目 大家好 我是成非 敬請支持 本物讀的高質解密製作 現在只要在影片下面 按個超級感謝 Superfans 就可以作出單次性的 打賞 此外也歡迎 點贊 留言 分享 有助提高本頻道 在YouTube的曝光率 有空的話請看廣告 又或者加入 神非解密Patreon 就可以解鎖所有私密財蛋 以及瀏覽 資料豐富的 神非X檔案 以及可以收聽 所有完整版的後台開咪節目 直到更多解密的資訊